转脖子 喀拉一声 净扯断动脉 酿中风 美国奥克拉河马州的一名男子 只是伸展了一下脖子 没有想到这简单的动作 尽量成了中风 Josh Hayler向美国CBS新闻台表示 事发前 他的脖子已经酸痛超过一个星期了 这位28岁的美国男子认为 自己可能是因为睡姿不良而落枕 他自己伸展转动颈部 直到听到喀拉的声音 没有想到这样一转 突然感到全身不对劲 他身体左半边突然开始感到麻木 然后就无法往前直直地行走 他的视线也开始模糊 他的亲人连忙把他送往仁慈医院急诊室 经过电脑断层的扫描 医生发现他脑部并没有出血 但仍诊断为中风 幸好Hayler的中风并未造成生命危险 但他还是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星期 且有许多的并发症 Hayler做了治疗 几个星期后终于能够重新开始走路 虽然他在保持平衡或控制左手方面仍有困难 右手右脚仍感到麻木 还有其他症状 但医生表示 他的状况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 原来Hayler在凹转颈部时把自己的椎动脉撕裂了 这可能导致昏迷变成永久植物人甚至死亡 虽然这样的病例非常罕见 但经历这样的恐怖经验 Hayler再也不敢乱伸展脖子了 医生建议伸展颈部的正确方法 是左右两边轮流屈伸 而不是硬凹 要是不小心扭太用力 会有扯断血管的风险